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雜作 今天是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 拍片時間大約黃昏5點多鐘 今天是出隔夜賠率的日子 自然來到排位第二擊的時間 務求希望在隔夜飛的階段 為大家率先掌握操管手 以及外圍莊家 對於明天賽事的一些看法 讓大家有些賠率的啟示 這次跑回十場 其實事前還有幾場愛爾蘭的賽事 看看會否擾亂視線 明天有個重點的騎士 當然不是說三大 那些說到慘 而是說蝕印 明天騎士王也有些異動 除了蝕印有異動之外 我覺得另外有一位靜靜地起革命的騎士 反而比蝕印更加值得推介 待會可以跟大家分析 另外自己在盤口方面 明天英倫和外圍方面 有部分場合意見不太一致 有些熱門也值得攻擊 但有部分相當重非 是出乎你的意料 待會可以跟大家拆解 開始前也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鈴鐺更好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謝謝你 騎士王方面 現在新鮮滾熱 這是星期六 9月11日下午5時 一開飛的騎士王賠率 關注的重點 相信不是三大高手 而是四號仔 蝕印 在排位已經說了 這次他特別多馬跑 還有一些是機會馬 已經有朋友問我 開飛之前 你猜蝕印開幾倍 我心想十幾倍吧 十二至十六倍左右吧 結果不是 一半而已 只有七倍 七倍真的很熱 可能操管手覺得 除了第三場的王者精心之外 也有幾隻機會馬 例如說威廠 是必非非 金碧科 這些都很有機會得分 所以就不太敢看小 聚財也有機會得分 所以開到他七倍 至於蝕印七倍 你買不買 大家自己想吧 我就算鬼數吧 一般說法 就是沙田跑十場 即是場數多 開熱門的機會大 今次說 1日、2日、3日 莫雷拉、潘頓、田太関 都不算太突出 如果我真的要選一個 可能是2號潘頓 因為他的手馬 其實有部份可以 明天會再熱一點 例如戰衣 這隻馬 可能明天會熱一點 皇帝金 也是重飛 合金之星 應該都明天會再熱一點 另外 有些是晉晨 金剛複星 都是邊線馬 美場 躺躺合雲 第七場 三元蜜露 都可能明天會熱一點 所以潘頓看來 這隻馬 會比較有詞 比莫雷拉 熱門裡比較充以潘頓 另外 值得留意 五號 何宅堯 你一比較 舌欣 就看到分別了 舌欣這麼多馬 他七倍 操本手也不敢開得太冷 但是何宅堯 他跑幾隻馬 1、2、3、4、5、6 只有七隻馬 跑而已 他也是只有十一倍 其實是很熱的 如果相對來說 他有什麼馬呢 原來每隻都有回這麼長的 當然有中華盛景 當然是眾志之的 另外那些獵狐張者 數到全勝 合火這麼厲害 雪卡之右也有些票 可能也有些冷門機會 何宅堯 是一個比較值得留意的 有賠率的冷門騎士 因為開到十一倍 都極之看好 熱門潘頓 冷門何宅堯 給大家參考一下 講到指數方面 現在是9月11日 星期六下午4點半的賠率 所有指數、賠率 參考賠率都在這裡出來 左邊黃色 依然是英倫的參考賠率 中間是4點半香港採持的賠率 而外圍信心指數 也是出自4點半中的指數 也要強調一下 大家設計不要光顧任何非法外圍 投注一定要光顧香港賽馬會 所有指數都是作為參考的 事不如遲 先講回第一場 這場香港大月暫時是4號尖指 大家可以看到 不論英倫或外圍指數 不算太強 沒有熱度 一面到20多元 我覺得尖指這些馬 也無謂賣到這麼熱 也不是什麼厲害 大家都要留意 至於一致看好 反而是9號金剛複星 英倫比5倍 信心指數 暫時來說 全場馬上比較高的一隻 當然81不是極強 但也是偏向看好那種 至於冷門選擇 1號未活人生 似乎普遍是覺得OK的 10倍 信心指數是80 香港似乎有落飛的空間 另外11號的正義區 指數也是有的 這隻馬應該是有能力的馬 現在香港15倍 另外行樂之光 正正常常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 5號的劍聶峰 英倫也稍微看好一些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 陳家希的座棋 第二場 大業門8號 信心飛是強的 不論指數是對板 英倫參考賠率 都覺得它可以再熱一點 這隻馬唯一就是 上季尾贏的那場馬 姿態有一點問水 但可能這一組的對手 也不太強 相反 11號風采華庭 會不會撞到他呢? 似乎外面就不覺得好看好 覺得他應該沒得撼下降鐵福勝 偏冷的 這方面 其他有飛的馬 都是那些1、3 紅龍、晉晨 和一路順豐這幾隻 稍微有些飛 這場都是傾向看好降鐵福勝的 去到第三場 5號馬 說王者精心 指數是很強的 應該都是全日最重心的 暫時來講 倒到21元 但是英倫是普通的 因為可能他們都專注看血統和試襲 其實他一向都是試過這1000米集 例如他都是試過1050 他是跟購馬試 但如果有1200米集 信心保證會比較大 但這些是沒辦法的 希斯一定會熱的 試襲有表現 有基本速度 款式也不錯 看看到時怎樣 但2.1倍真的有點熱了 另外 就是467 反為共同的硬正選擇 即是不論指數或英倫 都看好的 4號的圓圓動力 6號的輝煌 以及7號的紅海複 不是 7號 8號 sorry 不是7號 8號 福起多多 福起多多是一隻共同 覺得是比較硬正的選擇 去到第四場 這場公認的大熱 反為是6號的合金之星 這場暫時 在4點半的香港採持有8倍 其實我納下去的牌位表 都覺得應該是合金之星 應該大熱 是吧 可能一些非未到 明天就到了 應該是他熱的 列湖章姐 一般而已 英倫開了8倍 指數也是普普通通 次滿天理同心 反為屬於硬正 大家都認為是合理的熱門之選 這個值得留意 那麼去到第五場 全世界看好那隻 也是 跟剛才第四場 差不多 暫時 香港不是大熱的 事必非非 是大家覺得 比較有保證的一隻馬 在狀態方面 所以 英倫是4倍 指數有82 但是香港也是 那些非暫時還未到 而變數來說 就是 尷尬一尷尬 英倫又覺得OK 沒有問題 這個賠率 但是指數是普通的 這隻 可能意味著 明天有少少 是變數的 這隻變數真的 不是十足十硬正的 另外 就是1號 1號就是 外圍的指數就OK 這隻黃帝金 那些風都幾厲害的 好像 但是英倫呢 就覺得一般的 因為我們就這樣 以馬論馬 黃帝金是降班的人的好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突出呢 要臨場再看才知道 所以這個大家就需要留意了 冷門選擇 就有2號中二寶 這個大家都看到了 在指數方面 去到第六場 4號 這個超音鼠 就是賽前估計都是會大熱的 那你說那些指數和 參考賠率方面 OK 你說它特別突出又不算 反而沒有剛才那隻黃姐精深 就是這麼煞聲震天 反而這隻 我覺得全日熱門裡面有保證一點 那看到時候賠率會不會熱一點 另外來說 一試看好的馬 反而是8號的戰異 就是這隻大家看到 指數和賠率方面都比較硬正的 但是現在香港有7倍 似乎明天覺得馬是有點落飛空間 而協進神區 反而是偏弱的 暫時香港的刺滿 大家看到了 英倫是9倍的 指數也一般 而1號無心睡眠 簡直是沒有指數 英倫的賠率是10倍開外的 看看誰對誰錯 以及WinPay不對水 大家看到香港的賠率也是 這隻無心睡眠 大家要留意 去到第七場 第七場一看就知道亂局了 很多數字 大家各持意見 各有各體好的馬匹 各擁所好 而香港的暫時 日本5號威廠和6號的果然有 就叫做OK 果然有是強一點的 威廠是稍為偏弱的 其他要注意 例如1號三元密露 暫時在香港冷門 但是外面是普遍看好的 覺得這隻馬會比較熱 這是唯一值得留意的地方 另外 冷門可能11號合夥這麼厲害 13號閃耀中華 也有隔夜非支持 這隻似乎要留意少少這兩隻輕磅的馬 去到第八場 兩大業滿 現在暫時出面 例如2號樂滿冠和9號的好運寶馬比較 外面看好好運寶馬比較多 大家現在看到的數字也看到了 就這樣度馬 樂滿冠上季尾輸給神之水帝輸重磅 神之水帝輕磅才贏重磅的樂滿冠 照第三班有些保證 而好運寶馬只是累了幾場 在第四班交代一場上來 如果這樣度馬度賽 就好像2號樂滿冠硬一點 但飛數就告訴我們不是 就喜歡好運寶馬更多 這個大家要看清楚 可能有些懸機在裡面 但除了兩大業滿之外 其他馬似乎這場有些核心範圍 1、2、3、8、9、13 這幾隻似乎是這場核心 這是大家一致認為的 如果QT 大家可以在這場動腦跟 第九場 賠率大家注意是有扭曲的 所以大家覺得 那些4567 在那些小大洋 為什麼這麼冷不太划 大金庫16倍不太划 純粹是因為隔夜 下午一開飛 就一注12萬的獨贏 買到知道在勝那裡 這個我是看到 因為MA288有那些大飛房 直接是12萬的獨贏 買到知道在勝那裡 這些如果是臨場十幾萬 當然不多 大把這些票 但是在隔夜 即是一開飛 又有十幾萬買下去 就很罕見 以及對採持影響很大 所以這場的賠率是扭曲了 你看到很多馬 看到底買到時候不是的 知道在勝會熱 但可能是兩倍之類的馬 去到尾場 3號的大熱中華盛景 指數是對版的 但是英倫覺得他好像不太突出 有對手 各持意見 而英倫覺得4號紅王 5號堂堂行雲 9號聰明導彈 這些都是有競爭力 而指數看好6號勁力十足 另外那些4、5也有 10也有 似乎是國勇所好 最後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和YouTube會員頻道 今年還新增了這個連費會員計劃 大家入數之後 都可以留下收費的證據 發電郵給我 記得留下WhatsApp電話 以免加入群組 除此之外 大家在影片下面給個Like、Comment、Share 我都一樣會這麼感激大家 未必需要課金才行 最後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賽馬雜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